随着康城站11期 海柏峰即将推出市场 当日标榜人车分隔健康生活的日出康城小赤区 发展都差不多来到尾声 经历了接近20年的发展 究竟这区的面貌是怎样的呢? 今天我就来到海柏峰实地考察 顺便会带大家看看周边的环境 究竟规划对现了多少 由信和加华招商局发展的 康城站11期海柏峰 发展规模很庞大 需要分三期发展 提供1880个绝有单位 先推售海柏峰1 提供592个单位 预计关键日期是2024年11月15日 留花期大概有28个月 是康城站上概发展的倒数第三期 我现在就讲述康城站 我记得以前来到康城站 这边有个出口可以走到海边 但现在就封了 如果我们真的要去海边那边 只要是经康城站边出口那边 有条路线可以走到公共交通交汇处那边 而且目测到大部分 康城站的居民 似乎都是选择 繞到边出口 经过商场回到家那边 所以有些长时间 其实现在你看到都会比较繁忙 由这边都可以走到海帕峰 我们现在就去看看 如果不算是两班 宝林先有一班由康城站开出的列车 这个因素 纯粹说位置 海帕峰坐落商场上盖不远处 按照商场的指示 其实你大概走几分钟都可以去到屋苑范围 即是因为它有位置上 在整个康城站的上盖正中心 你可以想象到楼盘一定会被其他住宅包围 这一点是买海帕峰1 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地方 从航拍片在这里 楼盘唯一缺口是向西 包括1A座B室主人房 1A座C室 1A座D室 1A座E室 可以看到少少将军澳南塘海峡 不过随着康城站13期 预计在2026年落成 其实海景都会上去一大半 所以也不要预期海景有很长久的保障 不过这里已经算是楼盘最一线景观 方位上去南的单位 会有冬暖下凉的优势 包括1A座A室 1A座B室 1B座A室 1B座B室 1B座C室 不过前面的景观都有限期 因为康城站12期 会在2026年落成 同样阻挡它的远景 反而低层还可以看到内缘运时景 至于楼盘热东 包括1A座F室 1A座G室 1B座D室 1B座E室 1B座F室 1B座F室 就会被康城站三旗 智南天阻挡 秉进只能打側 看到少少山景 景观上有变数 大家小心评估 应该都心中有数 只是当其他其数陆续落成的时候 康城站的配套是否追得上 比起当年做开荒牛 随着虎登多年的商场The Lohus 终于落成 居民都不用再依赖首都附近的临时超市 现在今日的选择是多了 至于之前吹捧的基建 跨湾大桥 其实暂时未有通车时间表 但政府都期望今年内 可以和张军澳至南田隧道 和张军澳跨湾连接路接驳 相信也有在解决区内 是过于遮重环保大道 单一道路降道出入的问题 不过这个标榜健康生活的社区 其他规划又兑现了多少呢 我现在身处在海帕峰附近 大家见不见到 黄色帆布那边就是海帕峰 其实它和首都之间夹着一幅用地 这幅用地在规划大江里面 就会准备兴建一个足球场和一间小学 再如果在海帕峰那边 再走前一点 去到康城站十一旗 和Marini之间 都会有幅用地 那幅用地 就会以兴建一间中学和一间小学 整个康城站预计会兴建三间小学 两间中学 一个足球场 不过我们翻查楼书的资料 就见到在公共设施 及公众休戏用地资料一栏里面指出 原来地形总署铁路发展组 在2021年3月 向铁路公司发出的信件 就说只要接获处方 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的书面通知之后 就不需要履行提供小学、中学和足球场 这些设施 那是否意味这些设施已经胎死腹中 我们虚信地形总署查询 厨方回覆说 由于个别项目的具体发展时间表 需要视乎多项因素 包括相关部门意见、技术设计进度 以及是否有部款等 要等到相关部门确定项目之后 电影总署便会按地契条款 要求港铁进行工程 为了保留不同项目执行时间的弹性 厨方目前每半年便会 只会港铁去延长期限 表示发信给港铁的信件 并不是代表处方打算放弃项目 区议员方国珊说 区内人口暂时只能支持 兴建一间小学和一间中学 所以据他了解 在领都和进海之间的用地会兴建学校 至于刚才提及的几幅用地 暂时未有规划意向 至于足球场有意见担心 踢球时会踢足球太高 怕担心足球会飞进室内 所以这里也有可能会改为蓝球场 不过这个也只是初步建议 在首都和环保大道之间 你会见到这里有一幅用地 种满花草树木 这幅用地是佔地不少于6000平方米 预留会兴建体育中心 根据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 每5万到6万5千人口 需要兴建一个体育中心 但是康城站和连同进行计算 在内人口都超过了5万人 为什么还不在体育中心呢 背后是因为规划处 将康城 纳入到西贡和安那神道那边 一大地区去计算 令体育团是达标的 所以这幅用地就继续晒太阳了 不过最令康城站一大居民困扰 就是油塘运营土厂的搬迁到张军路137区的问题 究竟张军路137区在哪里呢 就是沿着环保大道 一直伸延到张军路工业区 再到佛塘周附近那里就是137区 张军路137区原本是计划兴建住宅 但近期城规会批出7年的规划许可 用到这里兴建临时运营土配料厂 虽然位置上距离康城站的居民大概有2公里 亦都声称入佛塘周作为天然屏障 不过运作期间沙尘会不会随风飘到康城的居民附近 是附近居民最关心的一大议题 始终过去油塘运营土厂在运作期间 都偶然听到发生严重塵埃排放事故 经历了20年的变化 康城站的配套发展是否追得上 这点都值得大家反思 正式参观示范单位之前 不如我们总结一下实地考察的结果 数优点 商场落成后 比起以前做开荒牛没有任何配套 这里是完善了很多 预期框湾大桥通车后都起到疏度作用 但缺点就是海炮风的景观 秘密麻麻的扭境阻挡之外 部分规划包括区内的中小学 运动场配套未必能兑现 附近还加设了令人担心的137区运营土厂 发展商在开价上高 有没有平衡上述因素 首批开出128个单位 扣除最高1.6折扣之后 即公平均赤价17888元 表面上连最小的一房单位 都要619万5千入场 两房751万起 两房年储物室952万 感觉好像有点贵 但实情对照区内二手都尚算贴事 因为进海的一房 二手价都要665至720万左右 两房甚至乎去到928万 当然海炮风没有临海优势 加上以一个楼花旗28巨角项目来说 与现货项目可以即买即住 或者即买即收租相比 海炮风应该要多一些折扬才是真的 但如果你觉得可以接受 就一起看看海炮风的示范单位 我们会顺便说一下楼楼有什么要注意 示范单位置在澳海城商场 一共开放的三个示范单位 我们会参观其中两个 一期有176个一房单位 面积由329至337尺之间 我们会参观以1B座28楼B周围栏本 面积335尺的一房单位 进来丹麦这个位置 你会看到有一个小小的圆关 它利用了这个位置做一些储物柜 以及做一些鞋柜 方便去做一些收纳 收纳量都算挺充足 这边是康房式厨房 这个康房会沿着客厅对角的牆身延伸出来 因为可能在升级上 也会加上一块盖板 你会觉得整个比餐居都算挺充足 看看这些櫃子 我会觉得也算是挺多的收纳量 因为如果以一个一房单位来计 其实这个收纳量就算是挺充足的 这边就是雪柜 这边就是洗衣机 再过来这边就是洗手间 这一房单位 海泊风里面全数都是黑色设计 不过海泊风里面有四处一房 其中有一处就是1A座D室 它是属于一个叫套刺的设计 即是你要经过睡房才可以进入洗手间 看看你是不是介意了 如果你真的介意没有私隱的话 可能你就不要选择这一柱 不过这一柱 它本身就会向西看见少少海景 我会觉得是一房内的首选 这边就是客饭厅的主体面积 你会看到这个客饭厅 它也挺方正的 这边这个位置可以给你 用来放一张小小的餐桌 这边就是客厅 这个客厅其实你看到 它的幅度也有超过两米半 所以就会变成沙发和电视之间的距离 都会有一定的距离感 外面就是一个38尺的工作平台 加露台和冷气生液平台 是合并而成的地方 空间也算挺充裕 再来这边就会睡房了 其实一房单位里面 还有1B座B室335尺 以及1B座E室和1B座F室337尺 其实它的布局也是一样 和内容是没有分别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选择 在1B座B室1B座E室和1B座F室之间 先选1B座B室面积小一点 之后再选1B座E和F室 海炮风比例比较多是两房单位 一共有353个 面积由448至561尺之间 我们会参观1A座28楼F室为蓝盘 使用459尺的两房互形 入到室内 罩眼望落都是很方正的设计 近门口位置圆关 加装了一组鞋柜 一直延伸过去就是开房式厨房 海炮风全数两房都是开厨设计 虽然有一处 两房连厨物室的厨房 似乎玻璃间隔 但实际都是属于开厨 开房式厨房 原客饭厅对角长生伸展 避餐区都算充足 由厨櫺开始一直到露台大约有4米6 虽然挺长 但要构思一下餐台应该放在哪 可能只能放一张比较迷你的餐台 走过来就是露台工作平台 和冷气机平台三合一的设计 虽然面积有38尺 占单位面积超过8% 空间都算几阔 只是视为这个方向 便会向北望向智南天 便不是一线景观 我们再参观睡房 洗手间和睡房是打对角摆的 先看洗手间属于黑刺 海柏风两房只有三处属于光刺 包括刚刚提及的两房连传物室 和1A座E室 和1B座C室 简厚的时候自己要留意 至于对面的两间房 大致都做老厅房同向 开职都挺方正 海柏风的示威、现场环境、规划 都一起苛城跟大家解释 对楼盘有没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如果想在价单和付款办法拆解 就可以来到我们官网 ultrapop.com.hk慢慢阅读 之后还有其他新款的公量 和深度专题报道 记住订阅我们胡说流斯频道 再comment like and share 和按住Superfans支持我们 今天先聊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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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